由新北市議員政後院服務處 永和警分局共同舉辦的 警察寶貝營 日前正式舉辦 由於名額有限 有興趣的家長早早就幫家裡的 孩子報名 新北市議員政後院表示 透過親子體驗活動 可以讓家長和孩子 一起享受天倫之樂 除此還可以讓小朋友 了解警察的工作內容 第一個是感謝警察同仁的辛勞 然後要讓他們認識 警察伯伯 警察阿姨 平常在辛苦些什麼事情 你看我們把我們的資安這麼好 還有交通這麼順暢 然後又有一個趕根的心 那最主要的 剛好在中間交集的前夕 那爸爸媽媽和阿公阿嬤 帶來小孩子來這邊 來一起共享天倫之樂 一個親子的這個樂趣 我看爸爸媽媽也很開心 穿上制服坐上警車 小朋友的模樣 也吸引了大人的目光 拿起手機拍個不停 留下小朋友的同言同語 而本次活動 除了有犯罪預防宣導 小小的CSI體驗 緊用裝備介紹 還有有獎偵達 豐富的課程 讓小朋友玩得不予樂乎 家長也表示 像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未來一定會參加 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有意義 讓小孩可以知道 就是警察很辛苦的職業 然後也可以增進我們親子的關係 我喜歡玩那個檢查手印的 為什麼 因為它看起來很有趣 那個監獄也很有趣 而且它是想要再來玩 小朋友興奮的和警察公仔合照 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當天甚至有小朋友反映 希望未來能夠有小小醫院營 等體驗活動 前醫院也表示 活動舉辦相當成功 透過一日體驗活動 可以讓小朋友了解 各行各業 未來有機會 一定會持續舉辦 中間新聞林凱軍照 市民孔佩玄永和報導